这条矗立在中国版图的假想直线 从中国西南边陲的元南省腾冲市 一直延伸至东北边境的黑河市 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地理学家胡幻庸 在1935年根据1933年中国人口分布和密度图首次提出来的 如今这条线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根据2000年的人口数据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城镇化水平的分割线 全世界的人口密度分布都是不均匀的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这主要取决于气候状况生活环境和资源丰富程度 中国近代地理教育起源于朱克珍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地理学系 而胡幻庸正是朱克珍的学生 他在从法国进修回来后致力于人口与农业研究方向 并发布了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图 后来又根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胡幻庸于1987年得出结论 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.9% 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.1% 在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地区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.4% 而西半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.6% 胡幻庸县就是中国人口分布突变县 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突变县 胡幻庸县以东南地形为平原和丘陵为主 地表有较多的耕地 而西北方则以高原为主 荒漠和草原成为主要地表景观 气候上胡幻庸县基本上也是 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 无形之中 人类的分布 永久图表选择了大自然的条件 话说回来 你目前在哪里生活呢 我看到你们像有种形象的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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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